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又是焦点财经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陈少豪 Howard Chen 周三 在阳光普道的矽谷 后面背景是桃树 礼树 花瓣 落在地上 美极的一个computer plaza 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继续在新年期间 祝你牛气冲天 而且牛腹永恒 牛年新大运 在美国整个道是打横的 而且非常牛皮 比起东亚却是动力十足 东京台北还有香港都创新高 而且币值持续升值 这点能够供作你的参考 主播我今天要谈谈 就是去年今年投资业最热门的话题 那就是S-P-A-C 按键50%以上 而且这50%成功的IPO案例有40% 所以不能够小觑 S-P-A-C的整个投资的一个趋势 主播简单地说什么是S-P-A-C呢 这种空核子公司 那就是综合体 是Mutual Fund 私募基金 甚至是避险基金的三个 结合成的一个综合体的基金 所以它有各种基金的优点 它的特点有三 工作你的参考 S-P-A-C 第一 它是一个特别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先成立空格子公司 能够帮助很多公司 特别是优质的公司 没得上市 而能够帮助他们上市 所以这种目的是非常特别的目的 将那些还没IPO的公司 能够纳入在空格子公司 是一个干净的格子 帮助他们上市 第二个就是 这种有一个特殊的目的 三大方都能够欢喜快乐 第一方那就是我们散户 小额投资者 希望能够介入私募基金 在过去 private placement 我们这种小额基金 都没有办法进去投资 经由S-P-A-C 空格子公司 我们散户可以进去 买这种私募基金的一种参与 这是第一方欢喜 第二方欢喜 那当然是未上市的公司 能够经由空格子公司 能够上市股票 也是一方欢喜 第三方欢喜 当然S-P-A-C 空格子公司也能够赚到钱 所以三大方都能够欢喜快乐 第三个 这种是一种反向的收购 以往你如果在细股 一定要有营业 有赚钱 才能够underwriting 经由银行系统 能够IPO上市股票 进一步 我们散户 才能够介入股票市场 买这种公司 这是正向操作 但是这种S-P-A-C 刚好是反向操作 经由一家空格子公司 IPO私募 整个基金 进一步收购 这种未上市的公司 所以这种反向操作 似乎非常的快速 但是悬外之音 就是有风险 第二波动比较大 所以总的来讲 S-P-A-C 空格子公司 促进整个资金的交流 而且快速的帮助 一些优质的公司 占起了IPO 但是一样的 反向的操作 当然有反向的波动 反向的风险 所以投资的脚步 还是要非常非常小心而谨慎 知患人的话语 那就是让我们胜过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那你跟我的信心在哪里呢 当然是信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就有信心胜过世界 愿新年的期间 愿你牛气冲天 牛年大吉 继续靠着上帝的恩典 勇敢往前行 还会欠陈少豪 周三在桃栗树里住 花瓣掉满地上美极的 一个computer plaza 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